レオ聊事記 天天龍心 大家好 我是レオ 今天來看葡萄人對上酷漫人 這場比賽是紅牛統治杯 這場比賽很特別 是在西班牙的一個裡面的城堡 去做打這個實體賽事的 所以大家如果人在西班牙的話 可以到阿爾莫多瓦爾德爾里奧城堡 去觀看這場比賽 那這場比賽我覺得非常的特別 是MBL對上Viper 兩位都是來自挪威的這位選手 那MBL跟Viper都以前到現在 都不是隊員 那現在也是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文明特性 文明特性可以看到葡萄人的黃金面 全部都是八折優惠 所以他在打前期的公兵開局 或是騎士開局都是相當適合的 那他的馬功路線沒有辦法升級 所以通常不會找到馬功 後期可以考慮走火槍火炮路線 還有這個火神槍可以做使用 那Viper這邊的庫曼人 是封建時代 就可以開下額外的城鎮中心 所以他在封建時代如果開農起來 往往可以比對手更有經濟一點 如果沒有被騷擾的話 那庫曼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騎兵路線 他的騎兵路線有這個跑最快的遊俠支撐 帝王時代跑得非常快 那庫曼人他的馬功路線沒有三級射 所以會稍微弱了一點 但是他的寶兵是馬功 所以還是會看情況去轉出馬功來 那這場比賽的紅牛盃 紅牛統治盃是這個帝國戰爭模式 所以一開始村民術會比較多 直接從封建時代開打 遊戲節奏相當警測 OK 我們這邊看到了 現在Viper這裡 拿了一些工兵過來 看到MBL的三隻村民 想要集火拿掉 拿掉一村沒問題 MBL這裡虧爛 怎麼開局就出事了呢 那這兩隻肉馬看能不能打回一點東西 但這邊的村民血量是非常飽滿的 這邊一個肉馬高打低 稍微反擊了一下 MBL的肉馬沒有辦法打得贏 這裡趕快轉出毛兵防守了 一隻工兵走過來 就槍兵倒地 那這場比賽呢 是在10月4號的凌晨左右開打的 我也是一路撐到了早上 終於來看到這場比賽 希望可以給各位第一手 最新的比賽的影片消息 那由於最近颱風的關係 所以這個影片呢 有點難產 因為我家一直在斷電 不是停電就是跳電 所以在拍影片是有點困難 想說颱風天也多多陪陪家人 所以有些影片可能會斷斷續續的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回到比賽中 這裡有兩隻工兵 繼續騷擾火之需 NBL這邊的預判還不錯 知道自己哪一邊的村民位置 最容易被騷擾 這個叫做台灣叫做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這個部署的很漂亮 OK那Ryper這一波的工兵呢 目前沒有賺到太多的甜頭 一村已經算是很不錯了 再多下去 NBL可能會炸裂 但是他防守得很好 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這裡要思考的是 Viper要不要在封建時代開TC 還是點城堡之後再開這個城鎮中心 這是待會Viper要去思考的問題點 因為這裡是有分支走向的 OK那這裡工兵抓掉一隻 喔被抓掉了 哇這個肉碼好賺 殘血肉碼抓不掉嗎 不是啦 OK結果這頭工兵怎麼有走過來 但是這次有肉碼加上毛兵防守 應該可以擋得住 哇就這些兵沒有去攔截到 好前線成功抓掉了一村的樣子 Viper現在是領先兩村的狀態 NBL這邊葡萄人工兵還是要多安一點 有折扣就要多用 好那現在葡萄人在思考的問題是 要不要趕快去種田或者是靠買賣 升到這個城堡時代喔 因為他在封建時代的優勢並不多 並且封建時代能打的黃金兵通常就只有工兵喔 裝甲步兵在封建時代的統治能力是有點差的 遇到工兵就不行了 所以NBL這裡的目標還是希望可以趕快上到封建這個城堡時代 Viper則是希望可以多打一點點封建時代 獲得一點優勢之後再升城堡時代 好那Viper很明顯已經獲得了很大的優勢 NBL的資源是完全不能點城堡的 而且這個工兵還在繼續爆 那這邊壓力就回到Viper身上了 Viper這邊還在繼續爆工兵 OK這一波正面過來 這個木牆有機會打破 但是後面的工兵加毛兵來了 Viper第一頭回頭就先射了一發 好看一下這一波對局 工兵可能會直接硬上 好庫曼點下了一擊農 Viper這裡TC沒有補 不走開TC的路線 承認東西沒有打算補第二個 好家裡的部分呢 家裡的部分有什麼變化我們來看一下 家裡的變化沒有補馬就三射箭場 好基本上可以確定了 Viper上去是想要打馬功了 好不太可能繼續走這個不攻兵路線 走久了沒有太多的優勢 但庫曼點的馬功優勢也並不大 帝王時代也並不是那麼的強 所以這邊我覺得有點疑慮 Viper真的會走馬功路線嗎 但資源量看起來是越來越像了 好在NBL這裡是稍微買200食物 準備要來升10代 Viper這邊10代升級還需要一點時間 還有20秒 好NBL家裡的兩隻肉馬還在地區繞 好NBL這裡 現在找殘血的 有這裡很多殘血的村民 又抓了一尊NBL 血虧 好那現在升到封城堡時代的Viper 繼續走的東西是不攻兵三四練場 庫曼不攻兵 真的是拿出鴨香寶的Viper 那我們對於Viper的印象都是三農 二農二目三TC 這個正常的開農打法 但是Viper呢 這一次走了跟以前不同的風格 有點像走以前Herod的打法 這種偏軍式一點的有點強 而不是選擇了開城的東西 開農的路線 甚至連石頭都賣掉了 哇這邊池圓用的非常的零零盡致喔 這就是最頂尖的比賽啊 那紅牛杯呢 也可以說是世界杯喔 因為他的獎金喔 幅度是世界裡面最高的一個賽事級別 也是我們俗稱說的這個S級比賽 所以看這一個比賽呢 通常也可以直接認定喔 這次今年的世界冠軍是誰拿了 這次MBL補了兩個箭塔 Viper應該會打輸 會打輸 那Viper很努力來點村民 但是沒有點掉 MBL這裡還是被點掉了一村 原彈造學即時研發好 但是村民沒有辦法即時躲得掉 OK MBL很努力 狗到了城堡時代 但是Viper已經開始左右開攻了 MBL走的路線也是不攻兵 這裡是三射箭場 但是暴殘攻兵 二級射弩兵出來之後就能打 但是Viper已經先發自人 工程器製造所已經準備敲好了 MBL這邊則是要點下大學 趕快先點個彈道學才行 但是彈道學有了 待會要面臨的是頭十側的壓制 好 Viper就在封建時代打出了一些優勢之後 城堡時代已經領先了一千支援了 這一千支援相當舒服 讓Viper的壓制力可以更強大一點 MBL則是這裡的農田可能會很難繼續維持下去 這裡的田都很難繼續支撐下去 這個漏量 所以他可能會在後面開個TC 重新開啟農田 安全的農田地對於他現在來說是比較需要的 MBL這裡有開始回頭挖石頭 但是把石頭拿去賣掉 換成黃金 好 這邊應該也是想要囤一些投石車的關係 所以去透過了買賣一波 好 Viper這邊點下輪軸技術 家裡現在是沒有打算要補TC 而是補一個新的 這個伐木場 這裡其實可以開TC的 那通常這個時間點又在補伐木場 我就不會去補這個城鎮中心了 好 關鍵的是Viper 要怎麼打得贏MBL 這邊投石車的壓制 兩邊 你壓我壓你 兩邊都是一個投車工兵路線 這裡千萬不能送 誰送誰就要投了 OK 這波一定要跟對方打個55開 沒有55開也要44開 或是45開 46開 好 帶怎麼裂也不能37開 37開 基本這樣沒救了 所以這邊工兵一定要控得好 投石車也是 55拍了一下 OK 殘血 一頭 Viper再投了一發 這一波MBL有點小失誤嗎 沒有 回頭再拉掉 左邊的工兵已經開打 這一波兩邊的工兵交換是MBL獲得了優勢 MBL這邊正面近射 結果好像沒有 剛剛Viper先拉走 還以為是他覺得劣勢了 又是先怕投石車 哎呀 拍到了Viper 哇 但是他的投石車也被右邊的投石車拍到 這一波Viper 嗚又換了 一換二投石車 MBL炸裂了 雖然剛剛有拍到一坨大的 好 臭命運速兩邊是差不多 但是工兵速絕對不准落後啊 好 這一波交戰目前是看起來 Viper還是站上了風 好 選擇了要開城鎮中心 經濟不是很好 MBL在左邊又補了一個 新的城鎮工程器製造所 感覺MBL會有點防守過度喔 黃金沒有辦法去買石頭了嗎 石頭沒有辦法繼續再開採 那石頭部分只有17個 要來開城鎮中心也很困難 Viper開始轉為防守室了 但是生物的部分這個時候要開始撿 家裡有沒有補修道院呢 好還沒有開始補修道院 不僅這個三個生物四個生物 拿到後期也是非常舒服的 好打破了一個洞來 但是Viper應該不會從這裡躲進去 剛剛都已經知道兩邊有兩個箭塔 好看一下這一波 頭車你看我看你這邊落馬送個頭車護閘 兩邊躲掉 後面的工兵看了一下頭車互拍 但是Viper躲掉了MBL頭車的傷害 這一波拍想要拍遠的 但是拍是被拍掉 但這一波互換 OK最後一波是有 Viper 輸掉了所有的頭車車 MBL拿到了一些優勢 OK那現在的情況對於Viper來說相當不利了 但是經濟來說是相當優勢 已經領先了十隻村民 那現在MBL要繼續給對手更大的壓力 但是這邊給壓力之外 自己可能還是要找個機會補城鎮中心才行 不然Viper這邊的雪球經濟會滾得很快喔 好那如果經濟輸 這軍事就一定要強 這波頭車沒有拍到 往回拉 封邊往裡面走 Viper想要圍 但是有點難圍喔 只能稍微翹路一下村民要走了 一村兩村 那沒有收到 頭車直接升路 好那我們這邊看到Viper的村民 往後拉之後 工兵也開始往後拉 好想盡可能的阻止 頭石車跟工兵衝進來 這裡安利一批騎士 這個騎士能不能 做到 拆除工程器的重要任務呢 好 頭石車也來了 Viper這邊填 還要繼續走嗎 哇這些錯名只能一直移動 Viper不敢用臉去接頭石車 因為怕直接接可能會直接接輸 就要打投降了 好 V陣堵了一發頭石 結果還是被砸到 要直接夾住兩台頭石車壓力實在太大 Viper也不太敢掉以輕心對付MBL頭石車 MBL頭石車是有頭石車 操控文明的選手 所以這邊 投車 哇果然拍到了Viper 這一波有點小虧 最後果然MBL還是拿到了一個一換一 而且砸到了一堆弓箭手 好弓箭手剩下三隻 Viper已經把壓力降到最低的狀態了 騎士可以稍微回頭 好騎士並沒有回台 就這裏 這裏 再拿弓兵 OK 剩下一隻弓兵跟投石車 沒問題了 好 這裡再按匹馬 過來解掉就可以了 OK 那現在要看到正面的壓力 MBL 正面也沒有忘記要給你壓力 你開在我臉上 那我這邊投石車一定會好好處理的 好 這一波投石車加弓兵 要被騎士解掉了 OK 一刀兩刀三刀 換你投石車 一村可以回來 開始動田了 好 家裡的部分 弓兵也在繼續按 兩邊就是走了一個弓兵 開局 MIP開始在這邊轉型 轉成了戰毛兵 後面補下了一根城堡 這樣守住右邊的防線 好 這裡城市中心被拆掉之後 MBL 這裡要趕快找個實況 開始去刮石頭才行 那現在兩邊都沒有人撿生物喔 有點可惜喔 這個生物感覺是現在不太能撿 畢竟兩邊都是走風不開局 好 左邊E有投石車來了 MBL 能不能夠 用頭車打出他的優勢來呢 好 補下兩個城鎮中心之後 臭米蘇依舊是落後的狀態 但是MBL的分數 並沒有落後太多 只跟MIP差了幾分 甚至還有時候可以反超對手 MIP這邊則是有軍事上的壓力 但他應該是明顯知道 自己應該是優勢的那一方的 因為這個TC開的是還蠻早的 並沒有像MBL這樣子只開兩個TC 就一直去搶軍事 唉唷這個騎士可以爽敲兩下 哇 順利拿掉一台投石車 環境蠻賺的囉 好 紅天手先拿掉幾隻 頭車往前想要拍掉 但沒有辦法 MBL這裡是二級射 MIP則是沒有馬卡 這裡要打很難 但這一頭工兵走了進來 來看一下這一波 一村 兩村 三村 四村 五村 漂亮 MBL 這一波工兵打得很好 好 頭車這邊砸了一下 結果這邊交換是MBL 又換InTheViper 真不愧是MBL 頭車之鬼 用頭車打出自己身價的男人 好 右邊直接賺了一個小樹洞 這個是100分的小樹洞 OK 那現在MBL 工兵路線還在去出 打到了一隻東邊 好 頭車殘血了 趕快拿了一隻村民過來修理 好 MIP家裡有投石車嗎 沒有 目前沒有這個選項 裡面一堆村民在發呆 這波投石車好像砸到了 哇 還砸死了一隻村民 MIP又被MBL的投石車砸到 頭破血流 特別想閃也閃不太掉 太多的投石車傷害了 現在問題來到左邊 MIP能夠重新守住這個區塊嗎 好這邊又收村 再次擋住 好趕快趕快收到提示裡面 太多人太多人 這裡要是直接被抓掉會很難受 MBL也不管了 我就直接走進去 你就射吧 我就找一個沒有 箭塔的地方 欸 結果只剩下了一村 尷尬了 好 右邊的投石車來了 看一下這一波 投石車砸掉了 MIP的投車 MIP的投車怎麼一吃完 又被砸掉了 要吐了 MBL這邊投車已經爽壞了好多台 哇 這個十字單位裡面 大概有四台都是投石車啊 好 這裡用收村的方法 讓戰寶兵突然出現 再出來 OK 放出來 結果直接預判成功 MBL這個預判VIP的出來 戰寶兵的路徑打得非常漂亮 這就是世界等級的 投車壓制啊 各位 太猛了 這場比賽 過來是 非常頂的 OK 投車 勝利拿下了 成分中心 這一波 VIP應該算是 有點 偏兩囉 雖然川普速現在領先 但是葡萄的雪球 攻勢會越滾越大 MBL只要想把投車控好 繼續往前推進 那勝利的天平 就會傾向於MBL囉 好 剛剛說完 就送了一個1換1 但還行 1換1不上虧 投石車 村民摸到了 後面戰武兵也摸到 拉了一隻村民過來 VIP現在家裡要繼續重補經濟 要轉馬了嗎 OK 開始補馬舟 還好庫媽里的馬舟很便宜 好 每個都只需要100木頭而已 好 正面的部分投車再繼續嘗試 拆掉MBL投石車 這一波拍掉 MBL終於被 VIP給預判到了 好 好 此戰過後 MBL經濟人口也超微拉近了 跟MIP的距離 兩邊的村民術 開始拉近了 但是支援 MIP還是相當領先喔 領先了大約快要3000 大約7000左右的支援 哇 即將快要破萬了 這就是庫曼的開農之力 好 兩邊是差不多時間頂下帝王時代 那現在VIP要思考的是 要比較開始轉遊俠了 那MBL沒意外的話 可能還會繼續走這個 物攻兵路線 走強奴配火槍 還有配這個大槍兵 還有鋪套的 中裝騎士路線 都是可以稍微考慮的 這個打法 那比較有可能是走輕騎兵 配槍兵 攻兵 這種打法 後面再轉一些火炮 是比較適合MBL現在的這個處境 由於庫曼人本身是沒有火炮的文明 這裡先出火炮 優勢就會很大 那庫曼這邊想要打出優勢來 就只能靠遊俠 正面突破 這波一換一還是換得好 MBL又再次用投石車 給到VIP的一些壓力 好 VIP這邊是先轉出弱馬升級 點下來二級馬凱 農田的部分 可能這邊要再繼續灑一些才行了 農田現在非常不夠 這裡田回來種一下 補個魔防 把守住左邊的位置 好 這裡點掉了一匹肉馬 這邊是過來偵查的 好 這邊MBL轉出了一些風情炮 好 肉馬過來 結果拍到自己的風情炮 好 直接上來敲掉一台投石車 好 到城堡時代 投石車的壓制力 就沒有像 城堡時代這麼好 電容時代 這投石車的壓制力就沒這麼好 所謂是打槍戳 像什麼賽特人 打這個槍戳戰術 應該是戳頭戰術才對 電容時代可能還會比較有用點 不過這個打法 在團戰比較容易看到 在單挑來說 戳頭戰術 還是容易被對方的火炮給壓制住 而且更不要說 葡萄人的生旅科技路線也是滿的 所以容易被招響 所以 Viper的戳頭路線 應該是可以直接忽略掉的 那既然沒有戳頭路線 MBL要防的就只有遊俠而已了 Iper這邊轉出了三級馬卡 那經過三去法之後 MBL的打法就會比較 決定性的是走工兵路線 然後待會再整個槍兵升級 這裡風情砲被砸一發 哇 這裡戰毛死了一大堆 好 兩邊升到地龍時代了 現在投石車要小心 好 躲掉 投石車拍個一下 哇 這個拍的漂亮 Viper的投石車也是很猛 好 結果投石也被換掉第一台 Viper這邊成功 拿下這台投石車 右邊的巨型投石機架起來了 墻邊開始就去攻城 那MBL這裡火炮已經開始暗了 中安的第一台 好 這裡開始蓋根城堡 左邊開始想要有攻勢 但是這邊 NBL左邊的步兵 左邊的兵力並不是那麼的多 這根城堡可能會蓋到頭獲血流 但是已經蓋到65% 不能中途取消了 這個一定要蓋起來 但是要蓋這個城堡 要付出非常多的經濟代價 好 NBL 決定不硬扛 這些清奇兵跟帳毛病的傷害 決定收村 回去 回去 躲個風頭 但我怎麼覺得他還是要趕快出來 硬蓋會比較好 但是這邊漏馬越來越多 漏馬越來越多 的話就不能出來硬蓋了 Viper在這一波在左側的位置 獲得了很大的優勢 那右邊的位置 兩邊都是一個城堡褲拆 但是這邊兩台巨頭 躲掉了 這兩台再送掉 Viper就有點虧了 好 這邊聰明聰明 直接出來硬蓋 但是並沒有蓋好 果然出來應該會蓋到頭獲血流 但是最後還是把城堡重新蓋好 但是NBL也付出了大約二十村的村民代價 把這個城堡蓋好 這一定是一個非常大的公安事件 死了這麼多的人 難道NBL不用負責嗎 公安事件啊 我的天啊 好 NBL這邊強弩 還沒有辦法點下去 精細有點炸裂 感覺很快就要分出勝負了 把一會這波洛馬衝進去之後 沒有直接走遊俠 反正是直接洛馬開始騷擾 給NBL非常大的壓力 好 巨型投資機兩台再拿下 NBL即將失去了工程能力 好 NBL不然在這時候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拿下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哇 這場比賽 Viper打得非常好 不是先走了遊俠 而是先走了大洛馬的升級 那看起來是沒有點銀罐的 連這個銀罐也是稍微貴 大草原跟動技術可以讓洛馬噴得更快 但很明顯 Viper這邊是一個轉型的路線 可以看到這些木材跟肉類來到70片田 準備走這個肉馬爆 再試行逛 再轉出黃金遊俠的路線 那這場地圖其實黃金是很少的 所以 Viper可能會直接去掉 先走遊俠路線 而是先走肉馬 那我覺得對於這種地圖黃金掃的地方 肉馬先走是一個很正確的選項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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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